早在春秋时期,孔子就提出了世界大同的伟大思想。 直到今天,世界大同仍是全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。 但是即使我们和身边的朋友、同事相处都难免发生冲突, 要想达到世界大同就更是一件难事。 然而,在《易经》里,却存在着一个教导我们怎样划出意义,走向大同的广——同仁广。 那么同仁广究竟包含哪些神妙玄机? 是不是只要掌握了同仁广,大到世界大同,小到与人和谐相处,最终都能轻松实现呢?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延连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。 请继续关注《一视同仁》。 序话传说,物不可以忠批。 任何一个事情不可能永远是必塞不通的。 它物本身也会调整它自己,叫做自我修正。 故受之以同仁。 什么叫同仁? 就是我们大家尽量地朝向同一个目标来努力。 同心协力,它的效果自然就会好。 人要做到同仁也不是很容易的,因为每一个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。 它的人生观、价值观都不相同。 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完全相同,因为那不但不可能,而且不需要。 但是最起码我们要求同仁才能够存异。 这就叫做大同小异。 大同是当年孔子提出来的一个人类最高的理想。 我们现在的话就叫做地球村,可是地球村它推行的不是很顺利,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有名无实。 那这就有待于我们人类共同的努力。 同仁卦像是什么? 就是下面是梨卦,上面是钱卦。 钱就是天。 天的底下有一个太阳,那它会普照万物。 使得大家都觉得光明在望。 实际上,同仁卦的意思,除了意识同仁,它还有天下为公的这个含义。 因为你如果没有天下为公,你怎么可能意识同仁? 更深一步来讲,就是大家看到啊,人一出生,他就不平等。 那我们是不是就让他永远不平等下去呢? 你老是不平等,老是不平等,然后他就比赛不通,自然就比赛。 这对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不好的。 可是,人类一出生,他就不平等,这是个事实。 那怎么办? 那我们就用后天的人为的道德修养来尽量让他平等。 不是绝对的平等,而是相对的平等。 所以同仁同仁,可以这样解释,同仁是人,为什么差那么多呢? 同仁是人,不应该差那么多吧? 一般人只讲前面那句话,同仁是人,为什么差那么多呢? 那就是抱怨的话,那一定你受了气的,你看不过人家,比你好。 那同样是人,为什么差那么多呢? 一肚子火,你先把他倒过来,把这句话倒过来。 同仁是人,就不应该差那么多。 就慢慢地要想办法,让他意识同仁。 同仁意思最早起源于《易经》中的同仁卦。 原指有相同志向的人,发展到现代多用同仁来代指同事或同行。 而一式同仁,则出自唐代文学家韩裕的原仁。 原指圣人对百姓一样看待同事仁爱。 现在都表示代人不分薄厚。 但是,人类生来就有好物之分。 要想做到一式同仁,绝非一式。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一式同仁呢? 你看任何组织,大家起来讲话的时候, 特别是当主管的人,他怎么称呼大家? 他说各位同仁。 可是很好笑的就是说,当你嘴巴讲各位同仁的时候, 你心里头会想,有些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同仁。 这个就代表什么? 代表人要做到同仁,也不是很容易的。 你说在物质上可以一式同仁吗? 大概是不可能。 我的西装脱下来,很多人穿不上,不是大就是小。 他的眼镜给我戴,我不合适嘛。 可见我们一直注意在物质方面的平等,这个方向还是有问题的。 这样各位才可以了解,为什么整个的同仁卦, 它有六个窑里面,只有一个是阴窑,其他五个都是阳窑。 就是告诉我们,你不要一个眼睛,老盯着那个物质的层面。 因为物质的层面要求平等,是相当困难的。 你倒不如在精神方面,尽量地让大家有同样都是人, 不应该差太远的那种觉悟,那就叫同仁。 我们看看他挂词是怎么说的。 同仁与也,亨,立设大川,立君子争。 就这么简单几个字。 同仁与也,是什么意思? 古代把城市叫义, 凡是人口积极的,居住人多的地方。 样样都比较方便了,就叫义。 义以外就叫郊,所以我们今天讲郊区,郊外。 在外面就叫野,野外,那就比郊区还要更方僻一点, 离开城市更远一点。 这是什么意思? 就告诉我们做一个人,你要由近推到远,由轻推到输,一步一步地去意识同仁,你才做得到。 所以做人活的事情呢,它也可以有一个过程,慢慢地往外推,是比较容易的。 一下子要把天下人都看成一样的,是比较不容易。 所以同仁这个观念能够推到野外,那就恒通了。 刚开始说我们是住隔壁,所以呢,你家杀了猪,给我一些,我家有果园才能分你一点。 慢慢地,大家就好像很亲切,彼此都看得起,慢慢地到一个社区,然后扩大,扩大到能够野外的人,你都把它看成是一家人的话,那真是天下一家人。 那不吭通,才怪的。 同仁卦告诉我们,仪式同仁,也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 那么同仁卦的卦象是怎样表现出同仁这个概念呢? 学习同仁卦,又要注意些什么呢? 段传这么说,段传说,同仁柔得位得忠,而应付钱。 岳同仁,这个柔是指什么? 就是指六窑里面,那个六二窑,那唯一的一个阴窑,它是柔的嘛。 因为第二窑是阴位嘛。 所以它就是得位,叫做当位,这个窑是当位的。 下卦是梨卦,六二窑,又是下面这个梨卦的中严那窑,所以又得忠,它行忠道。 它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它应付上面的前卦。 你看,六二跟九五,它是一阴一阳,彼此相惜。 这个叫做相应。 单位居中,又跟上面相应,那当然是非常恨同的。 你看前卦,只有一个阴窑,对六二来讲,其他的五个窑,最好能够意识同仁,都照顾到。 那就叫做同仁卦。 同仁愿,同仁愿,同仁愿,亨,立色大酸,前行也。 它会带动整个的时代往前走,使大家越来越有同仁的感觉,越来越能够享受到同仁的幸福。 文明以见,你看哦,文明就是指下离,它很光明。 以见就是讲善前,它很刚见。 上面是前,下面是离,就表示这个光明,它会持续的,它会越来越普及,照到所有的地方。 中正而应是说,六二跟九五都居中,都当位,而且又相应。 这种状况,是很可贵的。 君子正也,就表示这个时候,每一个人心里都非常的正常。 都能够去掉自己的成见,都能够把自己私人的恩怨摆一边,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。 共同用一个原则,就是我们常常说的,求同存异。 我们把大家相同的部分归纳起来,个人不同的部分,那么大家各那一步,很自然,大家看法就很接近了。 就是说,天下有这么多人,每一个人个性都不太一样,我们现在都非常清楚,就叫做个别差异。 你十个人,有十个不同的看法,一百个人,有一百种不同的个性。 在这种状况之下,你要求大家同心协力,那五一的办法,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牺牲一点。 自己都要站在公共的利益上面,来多考虑,这样就叫做通天下之治。 只有君子的所作所为,他才能够促进天下,围攻,世界大同。 这个是什么?这个就是同仁卦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思想。 虽然天下围攻,世界大同是同仁卦的主要思想,但是我们看到, 要想真正地实现世界大同,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。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,存在着很多诸如种族歧视,贫富差距,宗教冲突等独立因素。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非常棘手的差异问题呢? 通过学习同仁卦,能否找到解决问题,实现世界大同的方法呢? 有时候,你说民族与民族之间,有一点点小意见, 我们也不要太过敏感,说这就是种族歧视,也不必要嘛。 那君子看到这种现象,他就想到一个同仁卦。 我们可以看到,动物也是同类的相聚。 你看,有的动物,他看了彼此就是不顺眼。 我们最容易了解就是狗跟猫就好了。 狗跟猫很少玩在一起。 可是现在狗跟猫也慢慢玩在一起了。 但是我们要小心。 你在外面看到的野狗跟野猫,他们还是跟仇人一样。 这就证明说,只要大家长期的谋合,彼此没有敌意, 他也自然会冒在一起。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,你就会发现, 人与人如果要大同的话,就不能要求太多。 当然不是说我们所讲的马马夫妇,不是。 因为我们对马马夫妇已经老早有一种错误的看法。 不能垂毛羞耻,不能什么都苛求,你才有办法。 他每一个人在生长的过程当中, 他已经养成了很多习惯。 比如说中国人用筷子,他比较习惯。 很多外国人他用刀叉比较习惯。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 他有的喜欢用刀叉,你就让他用刀叉。 有的喜欢用筷子,你就用筷子。 你也不要笑我,我也不要笑你。 那就比较容易大家和平相处。 不行,所有人都要用筷子,那就糟糕了。 那就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适应了。 不行,一定要用刀叉,那又何必呢? 军子他是同类相聚。 同时呢,他还有种族的差异。 我们只要求什么呢? 能够分清楚,可以同的尽量同。 没有办法同的,我们尊重他,有不同的成分,有不同的表现。 彼此谅解,彼此包容。 这样就已经叫大同了,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 所以你看,我们同能挂的挂词,只有同能与也。 他没有告诉你,同能与家,那么。 换句话说呢,在家里面,你可以靠亲情来彼此照顾,但是当你出去以后,你要做到一句话,就是用你的理智来指导你的感情。 这样就对了,那为什么在家里不也用理智来指导你的感情?当然也要,只不过没有那么严格。 你看,小孩子是你自己生的,那他有时候调皮一下,有时候捣蛋一下,你会很生气吗? 不会了。 你还多少有点高兴的,所以究竟他是很可爱的。 这是什么?这是亲情所然。 外面呢,你的感觉不太一样。这个人怎么不讲理?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?可见这还是有区别的。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做到与他人同仁都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呢? 是不是只要我们以同仁为目标,就万事大吉了呢? 那我们要不要说把同仁就这么当作一个既定的目标,一直往前去推,要不要? 答案也是不好。 为什么? 因为一阴一阳之味道嘛。 就算你同仁,就算你有很大的效益,它也有好处就有坏处。 好处是什么? 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勉励,尽量提升我们的品德修养。 谁也不要笑谁,谁也不要害谁,大家诚心诚意,这当然是好啊,这是善的同仁。 但是也有恶的一面,你看很可恶的东西,这是什么? 就是我们一起来,我们来破坏社会的道德,我们来同流合污,做一些对人类不好的事情。 也可能,那个叫什么,叫做胡鹏狗党,所以同心同德,固然是好的,同流合污,那就是非常可怕。 因此,论语才会告诉我们,君子合而不同,小人呢,同而不合。 小人是共同利益,他们的利益是紧密地结在一起。 可是他们得到利益以后,他们还是个人想个人的,他不是真正的和谐。 凡是为利害关系而行动一致的,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和谐。 那个叫什么?那个叫做贺希尼。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讲到这个和谐和谐,他就有点皱眉头。 和谐和谐,那什么都不要做了。 因为从他的经验当中,的确有这么一部分。 大家为了求和,意见不敢说,看到不对的也不方便说,看到有人受害的,他也不想说。 那这样的话就是贺希尼。 那贺希尼的话,完全是小人的行为。 因此,我们再看卦象,他一共六窑,有五个窑是光明的,就算不单位吧,他也是光明的。 这就表示什么? 你要同仁,你一定要有光明的目标。 我们大家放弃私人的利益,是为了公共的利益。 可是这个公共的利益,到底公共到什么一个范围,这要推? 独家这个推是很重要的。 刚开始,一定只想到我们社区,这是必然的。 慢慢推出去,推到我们,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,我们一个省,最起码的话,我省做好。 然后呢,我们全国做好,你才有办法再推到国外去呢。 同仁卦是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三卦。 其主要精神是,破除一家,一族的私鉴,重视大同,不计较小义。 而早在春秋时期,孔子就提出了世界大同的伟大思想。 那么,如此博大精神的伟大思想,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发展,有着哪些深远的影响呢? 面对世界大同,中华民族,不该做出哪些贡献呢? 不过我们这里,也有一些感慨。 就是中华民族,它太早成熟了。 当基础还没有做好的时候,我们就开始懂得同仁,就开始懂得大友这些内涵。 所以我们对外国人都特别好,而对自己人,他往往既现实的不足,反而觉得不好。 我们在没有国家的观念以前,我们就开始进入了世界的观念,这个对我们中华民族是非常不利的。 我们不能停顿在国家观念,不能。 我们一定要扩张到天下。 但是在国家没有安住以前,你只想到天下,没有想到国家,那完全是找借口。 除非他是不懂事,否则就是找借口来替自己的很多行为,把它震荡化。 你跟很多人一讲,现在不能再讲什么民族了,不能再讲什么国家了,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。 这样的话,对我们是不利的,为什么? 因为地球村,它永远是大国在主宰。 所有的,今天他们所讲的游戏规则,都是少数发达国家,他们说了算。 这一点,我们要提高警觉。 我们一定要增加自己的实力,要提高自己的法语权,要对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。 我们自己脚步站稳了,我们才可以放党地说,世界大同,要一步一步来。 你满脑子都是世界世界,这个美好没有错,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也没有错,可是你一定要按照这个同能的卦,他有一摇一摇,他有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任务。 你一定要这样按部就班去走,否则的话,我们是很吃亏的。 你看,一个小孩他没有家庭观念,他只有社区,整天为社区奉献,家里什么都不做。 那如果全家都能这样,这个家像家吗? 我们不能自私,绝对不能自私。 但是他有一个先后,他有一个轻重,他有一个本末。 我们一定要向前走,但是不能跨越。 国家不要了,你看很多人开始讲,地球出生以后,国家是虚极化。 他只是个名词而已嘛,不要上这种当,那是人家想来迷惑我们的。 当然你到北欧,你会发现,那有什么国界呢? 那国界有什么用呢? 因为他几个国家根本连在一起嘛。 尤其当地人告诉我,他们是养羊为生。 那个羊群呢,高兴跑到那个国家去,他就跑过去了。 他一会儿又想回来,我又跟他回来了。 因为他就一条线嘛,就在隔地嘛。 那你还要说每一次要通关啊,要盖章啊,要检验啊,那根本不切实际了。 那是特殊情形。 我有一次在一条船上,我看到那个时钟啊,大概全世界只找不到人。 我们普通的时钟啊,一个时针,一个分针,一个秒针,大概就够了。 它那个时钟,有两个时针,一个分针,一个秒针。 我看了以后,我以为我眼睛花了,怎么会有两根都是时针呢? 后来我一问才知道,我们从这边坐船渡到那边去,它时差正好一个小时。 所以这里十二点的时候,那边是一点。 那你如果拨十二点,你到那边就不对。 如果拨一点,一开始就不对了。 所以它干脆两个时针,一个在一点,一个在十二点。 那随便你自己看嘛。 你在这边,你就看十二点,到那边,你就看一点,不就走? 那是非常特殊的状况。 天下之大是无奇不有。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需求,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它的做法。 我们求同存异,这才叫做大同。 大同的过程非常重要。 它的主旨其实只有一句话。 叫做万众一心。 大家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意愿,然后彼此去谋合,互相尊重。 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来谈一谈万众一心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